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Kalina 今天就要和大家做這個蔗菇 蔗菇聽得多用來煲湯 但有沒有試過用來煎 今天我就會示範一下做一個香煎的蔗菇 我會用上這個陳皮做醬汁 所以做出來非常之美味 我們看看今天我們有什麼材料 我們有一隻急凍的蔗菇 其實它的尺寸很小 就是這樣的 陳皮用一個角的份量就夠了 濃湯布 蘿蔔 蒜頭 是用來做配菜的 另外我會用這個香料粉 這個有成分是丁香 肉桂和牛球 這個加進去醃 就可以令整個蔗菇的味道更加溫暖 還有如果有一點酥味 都可以披披去的 金筍我們就切了一粒之後 就可以拿去蒸 沉皮 沉皮 用水浸完 然後我們就把它切掉 這樣就備用 拿來待會做醬汁 現在我們就要處理蔗菇 這些急凍的肉 最好就是之前一晚放在雪櫃 將它溶解 現在我們就拆開它 看看它怎樣做 這個禮拜真是超級忙 上次不是和大家說過我去電視台拍攝嗎 這個逆境廚神已經開拍了 第一集的播春時間是11月14日 星期六晚上8時半 記住收看 但我都會繼續努力剪片 和大家分享我的食譜 有些毛就拆開了 有鉗就用鉗拆 沒有就試用手指看能不能拆開 借菇為何這麼補呢 因為它是高蛋白質 另外它也是低脂肪的 還有它膽固醇也是低的 所以為何我們中國人 這麼喜歡用來煲湯呢 如果你懂得切雞的話 切這個就不會有難度 因為都是這樣切的 在腿這個位置就切了 輕輕切開皮之後 你就會看到腿的肉 其實是和胸肉分開的 兩邊的腿都切出來之後 就可以開始切胸肉了 沿著背部的胸骨 一邊用把刀一下一下切下去 就可以開到四塊很完美的肉 這裏就是枝解了的蝦菇 我們就很簡單地醃一醃它 用一些海鹽 一些香蝦 剛才忘記說的 我會加這個Coreander 和Mixed Spice 這個會加一點 蝦菇 不需要加太多味 不想搶走味 輕輕把它醃一下 拍一下它 好 燒熱了就加些油 然後就可以放蔗菇下去煎了 記得先把皮皮向下 因為我們想煎香 兩邊煎的時候 大概是兩分至三分鐘 一邊 差不多了 反到另一邊再煎 這邊我們繼續煎兩至三分鐘 煎到差不多了 煎到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灑黃酒 灑黃酒 灑少少 讓它更香 不用太多 蒸氣會繼續 令蝦菇熟 我拿了這個鑊 露台 因為很大煙 而且生鐵鑊 太熱 很容易搶火 所以 我就拿走它 現在我們可以拿去蝦菇 把它放在碟上 放在一邊 留下 讓它的肉汁鎖 鎖 還有 余溫 會繼續 會熟 一點 所以 煎到蝦菇 剛剛好 更加熟 就可以了 否則 超過熟 肉就會粗 這個煎鍋 就不用洗 我們利用 它的油香 繼續煮我們的汁 我們先加一些清水 加入 陳皮 一點點的濃湯寶 如果不用濃湯寶 就可以用雞湯去代替 直接加雞湯 就不用加水 煮滾之後 就好嘗嘗味 當你覺得陳皮的味道足夠 就好撈起它 如果再煮下去 因著它會變苦 我們再加少許糖 和圓粒的黑椒 令到汁再稠一點 我就加一些 橄欖油 一直搓一下搓一下 煎鍋 它收了水之後 你就會看到 它有些Bubbles 當你看到白色的泡泡霧起 代表醬汁已經完成了 就像現在這樣 另一邊 我們的甘筍紅蘿蔔已經蒸起了 趁它熱熱的時候 我們就好放入冰箱裡 加入橄欖油 就打爛它 你可以加一些鹽 橄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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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打它 可以攪拌一下 如果你覺得很稠 也可以加一些暖水 繼續打溶它 變成現在的質感 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上碟 普通食量的鵝 這裡四件我都吃不完 所以這個是我和老公二人的份量 我再加一些香菇 在旁邊做裝飾 然後再淋上我們的醬汁 這裡陳皮香煎姐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我這個菜式 還未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按下方的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